怀局未期 二十四孝之久 朝代 东汉 孝子 陆继 季儿 爹现在带你去袁将军家做客 好不好 嗯 孩子咪 本孩跟你娘说一声 娘 我跟爹要去袁将军家做客 您在家好好休息 我很快就回来了 季儿 要听爹的话 还记得平时娘教你的吗 嗯 当然记得啦 娘教我要有礼貌 有规矩 尊敬长辈 做一个好孩子 季儿 快去吧 别让爹等急了 哎 好 知道啦 快去吧 你要去哪里 跟我去做课吧 老爷 陆先生已经到了 好 我这就去 陆先生光临 有事远迎 有事远迎啊 哪里哪里啊 吉儿 快来拜见袁将军 少持路气 拜见袁将军 吉儿 快快免礼 快拿水果来 招待我的小客人 来 陆先生 快快请坐 吉儿 快尝尝 这是特地从百里之外买回来的 多谢袁将军 ,有事远迎会 仍然发现 我估计 怎么会 干不客气 不愿意 可以 非常 天色不早 陆某告辞了 陆先生不如吃过饭再走 你我好好畅演一番 多谢袁将军盛情 只是天色已晚 妻子还在家中等候 继儿 快向袁将军道别 继儿 到我家做客 走时还要拿着主人的橘子吗 你这个逆子 竟然偷人家东西 你给我跪下 逆子 你还有脸哭 陆先生 小孩子嘛 犯错误是正常的 先生还是不要太生气了 逆子 说 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 母亲平时很喜欢吃橘子 袁将军家的橘子这么好吃 我便想到几个回家 给母亲尝尝 没想到 没想到 继儿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孝心 真是不简单 来呀 快快多准备些橘子 让继儿带回家 与母亲尝尝 不要不要 袁将军 继儿知错了 继儿再也不拿橘子了 请袁将军惩罚 惩罚 哈哈 继儿 今天我要好好奖励你这个大孝子 来 来来 陆先生 孝子有方啊 哪里哪里 小儿失礼 让袁将军见笑了 继儿 快谢过袁将军 谢谢袁将军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逢时思亲 过节思亲 饥寒思亲 疾病思亲 安乐思亲 忧患思亲 嫁娶思亲 半日思亲 出生思亲 饥寒思亲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